立委抗議院長不中立 正因為明年度總預算持續遭藍白封殺 立委黨團幹部凌晨三點夜排 七點搶投降送案 就希望增列總預算案進入表決 就差一點 總預算差點順利復委 到了開會時間卻找不到藍尾 韓國瑜卻一口氣連問四次 有無意義 直到深山來遲的藍尾喊聲 韓國瑜宣布進行表決 引發律委不滿 朝野舉手表決 藍白再度以五十八比四十九 第五度擋下總預算 而當中爭議瞧不攏的 就是原住民禁法補償 藍白主張從三萬調整到六萬 一次到位 綠則希望依照物價水平 從三萬調整到四萬 每兩年調整一次 而綠委吳立華更是為了 禁法補償金 獲出去賭上政治生命 如果明年呢 沒有如實發放 一公請六萬塊 我就退學 主翁太臉書發文 禁法補償預算 考量國家財政 循序漸進 面對目前僵局 不得已 政院必須思考 是否將依法申請示現 如果從三萬提升到四萬 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不願替違憲的增列預算來背書 主翁太跟國民黨立委 先依奉討論彰化建設 有感而發這一段 希望在你下臺前 在我們的用水用電 都可以獲得行政院的協助 你快點讓我下臺 我就快點讓你承諾 如果能夠讓正式 政局穩定的話 禁法補償條例 朝野沒共識 藍白五度擋下總預算 政院相當無奈 三立訓人郭順 評論台報道 三立訓人郭順